直合裡蛋黃酥碎成一團 有人說有點像煮失敗的尖角 不惜冒風險團購 被網友點名的 就是新北市排隊隱藏版高餅店 十顆紅豆一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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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哥的 店員忙得不可開交 板橋高餅店 下午兩點才開始供貨 隊伍一路從店內延伸到店外 人籠排到看不到鏡頭 到了後向轉彎繼續排 至少有上百人 我們是公司來排的 真的假的嗎 而且我們從新竹來 失核 失核 排了兩個鐘頭 昨天排了多久 四點三個鐘頭 也因為現場實在是太多人了 店家還在外面貼出告示 強調依照現貨供應 每個人只限購五盒 即使限量賣人潮不受影響 這一間排隊名店 除了賣蛋黃酥 包括鳳梨酥鳳黃酥 也通通都是店內招牌 我們招牌就是鳳梨酥鳳梨酥 現在這蛋黃酥也招牌 有至少千盒以上 有 現在是凌晨四點半 深夜凌晨 馬路上常常隊伍 不少人還用椅子站位 這家位在彰化的高餅店 同樣遇上中秋節 也是大排長龍 人數超過百人 從晚上排到早上 中秋節排隊名店全台都有 包含新北的鳳凰酥 彰化蛋黃酥 還有這家台中巷內 隱藏版菠蘿蛋黃酥 遇上節慶 高餅名店 排隊景象 北中南都可見 閃電新聞曾建勋 陳友榮 台北報導 好